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 当毛主席提到邓小平时 是这么说的 小平同志应该和刘少奇 加以区别 这里有三点原因 第一 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是挨过症的 是邓 毛 谢 古 四个罪人之一 第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 而且没有投降过敌人 第三 他和刘伯成同志一起大班打仗 是有过战功的 很明显 这段话是毛主席 在为当时被打压的小平同志喊冤 一年后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 中央便做出了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并在会议上和大家说 我请了一个军师 叫邓小平 于是 从1975年开始 由小平同志主持 并开展了一场 全面整顿便拉开了大幕 本期视频 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这次全面整顿 具体整顿了什么 整了哪些人 以及他为什么仅仅只是 腾花一现 大家好 我是真实军 1974年 由于文革制度的破坏 国内许多行业领域遭到了冲击 而此时的周总理 身体已经无力支撑日常工作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 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便交由了邓小平主持 并成了当时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开始相继对军队 铁路 煤炭 钢铁 财政 国防 科技等领域 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希望能一举扭转这些部门的混乱状况 作为典型的 便是当时的铁路系统 遭到破坏也是最严重的 如小平同志所说 铁路就像一个人的动脉 动脉阻塞了 人自然就生病了 于是整顿铁路 就成了当时的当头炮 而由于文革多年的破坏 当时许多规章制度 已成了一纸空文 如火车司机醉酒驾驶 列车调度员 形同虚设等等 导致火车晚点的情况频发 一年下来的安全事故 也是文所未闻 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你赶不上晚上七点的火车 不要着急 先吃个饭再洗个澡 因为火车司机可能还没睡醒 而这里不仅仅是制度所的破坏 铁路内部 还有严重的派系作战 例如在整顿期间 江苏徐州铁路局 就和当时的市政府起了严重冲突 不仅发生流血事件 徐州铁路局还占据了仓库大楼 把前来处理的警察直接羁押 公然和市政府进行对抗 那有人可能会问 这不是在造反吗 现在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在当时 社会的运行秩序 是以革委会为主导的 其他的如市政府 公安及其他机关都属于民存实亡 你可以不听当时公安或者政府的话 但是你绝不敢不听革委会的话 一个地区权力最大的并不是市委书记 而是这个地区的革委会主任 由此可见 当时整顿难度之大 并不是简单处理几个造反派就能解决的 还有的是在当时秩序之下 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混乱 1975年 全面整顿工作开展后 邓公先从铁路入手 接着再到工业 农业 干部队伍 文化教育 军队等等 把过去一些闹派心的人 该调就调 该批就批 该斗就斗 治好外伤的同时 也要调理好内伤 在雷霆手段之下 仅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便使大部分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国民经济也由过去的停滞下降 转为回升 1975年也成了文革以来 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 按道理来说 这么好的一个发展势头 应该是有利于国家 也是许多人愿意看到的 可为什么这场全面整顿 仅仅开展不到一年 就被紧急叫停了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这次全面整顿的核心是什么 它看起来像是对国内各个行业的 一次整顿工作 实则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 简单来说 就是对当时文革当中 形成的社会秩序进行整顿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 不可避免就发展成了 对文革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 因为造成当时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 就是文化大革命下新的秩序 而这种纠正 一方面是把整顿的对象 定为了从文革中爬上来的一些人 另一方面也是加紧落实干部政策 简单来说 就是为老干部平反 这种发展趋势必然就遭到了当时依靠文革崛起的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你整顿可以 但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整顿 出了这个圈 甚至说你想改造这个圈 那就是不能容忍的了 1975年11月 邓小平被迫主持了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会议 会议上的决议内容把文革评价为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小平同志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 我是桃花园中人 不知有汉 无论未尽 也就是这几句话 引起了文革拥护者四人帮集团的不满 认为这三分的错误是在指文革政策是反革命 便随即发动了反击右倾翻风运动 对小平同志进行批判 并中断了全面整顿的工作 使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 这次的全面整顿虽是夭折的 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像是后面改革开放的预告 小平同志因领导整顿 给动乱了中国带来生机和希望 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你要说这次整顿到底是动了谁的蛋糕 而导致其夭折 从上面我讲的来看 像是四文帮 但我其实更想表达的 应该是以文革为事业和拥护对象的那一批人 亦或者是在文革中发家起来的那一批人 总之 这次全面整顿 从历史角度来看 小平同志以一己之力向盘踞已久的文化大革命 发起的挑战 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社会里 产生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希望 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迎接美好生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